嗯 枪枪三元熊 好 今天的这个话题老百姓都关心 咱们先问光美作为一名年轻的美女 我想请问你对李泽凯和梁洛诗的事件 怎么想 年轻的美女你是指梁洛诗 指你啊 指你啊 那个啊 你怎么想啊 听到这个事儿你的反应是什么 觉得非常惋惜 什么没说清楚 非常惋惜 我是非常惋性 非常惋惜 因为他们两个认识的时候 是刚好我在跟梁洛诗一起拍戏的时候 神鬼传奇三 是不是那里是不是翻译成神鬼传奇 神鬼传奇 神鬼传奇三的时候 他们认识的 对 你演那个女军官 对 然后她是我们戏里面的女 算女三吧 算女三 然后戏份挺重的 然后那个时候大家都觉得 哇塞 他马上就要成为这个国产的明日之星了 结果就在拍戏拍到 在加拿大拍到三分之二的时候 那时候就常常有一位神秘人士 在远远的 在一辆豪华的轿车里面等他收工 但你那个时候不知道是凯爷 其实知道 但是我嘴也是很紧的 我是到现在第一次 就说知道发生这么一件事情 所以为什么我觉得非常非常惋惜 应该是一段很美好的这个王子跟公主的故事 然后最后这样子结局 那么何导作为一个不年轻的男人 你对这个事情 其实我是对所有的恋人的分手 都是觉得 都是觉得还是心里是不舒服的 最近吧 因为我觉得能够走到一起 而且又能够有孩子 就还不止一个 我觉得真的太不容易了 那能够然后分手呢 本身就有很难受 是吧 当事人很难受 然后呢还要 还要被媒体吵来吵去的 猜测呀等等的 然后被我们三个人在这谈论着 没有啊 这个我现在跟大家分享一下 人民群众的看法 凤凰网进行了一个调查 这个调查很有意思 就说咱们现在的人呢 怎么想 如果有机会 你愿意做梁洛师吗 问大家 然后有24万多人参与调查 其中呢有12万多人 百分之五十超过百分之五十一的人 表示愿意做梁洛师 不愿意做梁洛师的有百分之四十 等于说半数以上的人愿意做梁洛师 那么这个问题来了 我觉得他们说愿意做梁洛师啊 是愿意做哪个梁洛师 这个你看问这个问题啊 他说愿意做梁洛师 我估计多半指的是什么 不是说的跟李泽凯真情恋爱 一场感情的梁洛师 而是说 人们看的就是所谓现实的 小市民的 俗气的这样一个结果 要做哪个梁洛师呢 有了三个李家的孩子 对吗 年龄还是 因为你看这儿就有了 这就是说的 1988年出生 12岁出道 15岁签英皇 18岁成影后 19岁怀孕 22岁成了三个孩子的妈 不是别一般人的孩子的妈 23岁分手 拿到30亿现金加2亿豪宅 这就是他们要做的梁洛师 可是就像何岛刚才讲的 人家当时人都急了 极其受伤害 梁洛师发了声明 李泽凯也坐不住了 说就我们这个感情 你们就这么聊 对吧 你们说这个数以亿计的钱 有根据吗 对吧 那就这么说 可是总体有钱吗 是吧 大家就这么聊吗 钱是肯定有 因为我觉得这个数字 我觉得肯定是一个 瞎编的一个数字 因为我觉得从 从这谁的资产 是吧 而且他们肯定会前面有一些协议的 我相信李泽凯一定 他的律师跟梁洛师 是一定会有协议 因为他们据说是没有结婚 没有结婚 没有正式的这样的手续 那他的每一个孩子 将来占他总资产的份额 是多少 而且那个时候 等等他的孩子有继承权的时候 那李泽凯的资产是多少 也许是零 也许是更多比现在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具体的数字 对衡量李泽凯来讲 都没意义 关键这三个孩子 在未来他的家族的 企业里面的资产 是 你看 所以啊 这都是咱们该聊的事 这都是咱们该聊 对不 我的意思是说呀 你看聊这种事啊 这个总有一个当事人 有个莫大的冤枉 当然这个冤枉吧 按照中国的因果报应的原理来说哈 你也是没办法 谁叫你这么样的富豪 谁叫你是金钱与美女 谁叫等等等等 但是人家是不是该受到这种猜测 议论 说人家搞了这个搞了那个 怎么这么一的堆啊 这就不说 但是呢 从他们两个人来 我就觉得 有些人聊天那意思 基本上把所有这种事都看成卖音嫖娼的性质 我认为对吧 这就是这么交易 可是实际上老实讲 据我所知 小弟也多少认识几个有钱人 我觉得发展成那样的一种关系 人家当事人自己是有一段真真切切 甚至是痛不欲生的 这是个感情 这是个感情 对吗 但是当然你跟我说这没用 因为这事只有你们俩才知道 旁人要八卦能八卦什么呢 你说是吗 不会啊 小爆爆的料可多了 他就跟我说说 各种爆料 你没听说过吗 我不能再听这些 那我也不能 我也不能说了 对不起 你都没听说过的事 我怎么能知道呢 我是这 我发现这个人也是分各种不同层次的 你好比说文道 他就说我对这些事情从来就不感兴趣 我不明白 为什么你们对人家别人两个人结婚 生孩子恋爱这点事 这么大兴趣呢 对吧 你看我是另一个层面 我发现我啊 你还别说我也不是特别低 对吧 我是怎么着呢 我平常绝没有兴趣去看 但是呢 一看我就不错眼珠 你知道吗 他就说明他这是八卦就是人性里的一个东西 我是没有兴趣看的 真的 但是我看到了 我就必须得看完 我是遇到这种消息 我要了解 为什么 因为这里有人物嘛 我们是搞导演的嘛 对吧 我这里面有人物 他有他的内心的世界 嗯 他的矛盾 是吧 他这个这个 呃等等 等等 这里有很多人物 包括八卦的人也一样 他有他的心理 他为什么要八卦这件事情 没错 他为什么要 他是看了遗嘱了 还是看了什么了 跟律师那有什么复印件了 他编出一个30亿来 所以这些数字都可以随口讲的 没错 对吧 而且那些八卦呢 这个老百姓呢 是需要的 所以他他就有八卦 没错 因为老百姓呢 是是对于对于有钱人的生活方式 是很好奇的 你还真是怎么回事 他怎么去 他怎么住什么样的房子 开什么样的车 嗯 是吧 他们离婚的时候 要用一个什么样的手段 离婚啊 这个这个他为什么要给他 又没结婚 怎么能生三孩子呢 哎呦全的哎呀 就是他关老百姓一定是关心的 对听说是生了一个孩子之后 也可能不能结婚呢 对 然后还要吃什么东西啊 这个就挺像 挺像奥斯卡的 所以完全大家要议论 完全不必以为这个是真的 对吗 完全不必以为这个跟当事人的 真实的这个故事 对对 没关系 有什么关系 让让让这种小报媒体包装啊 本来是一个分手的一件事情 变成了一个娱乐节目 你就老实讲啊 就是我也不代表谁啊 我更更不代表风华人士啊 我就说我个人来说啊 我觉得这俩让我觉得也有点敬意的 就是倒也挺我行我素 对吗 就当年那么好就是好 生孩子就是生孩子 没结婚就是没结婚 不犯法呀 没有伤害谁 对吧 双方自愿 那么哎 当然有人香港 你看 某一部分还挺传统 还有人批评 说你李泽凯啊 为什么不结婚呢 等等等等这些话啊 但是呢 我现在说呀 当事人的事情 我们撇开他 我倒觉得他引起的是一个话题 他真是制造话题 而这个话题啊 是一个普遍性的话题 就是说俩人好啊 一有了孩子 问题真是不简单 你说是不是光美 哎呦 宝经苍苍的一口气 我觉得对于李泽凯来讲 可能也没有这么难 怎么说 我其实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 也是避风跟我说的 咱设置组跟我说 我也我也没有去八卦这件事情 但是那个 我还没有去看到 这段新闻的时候 因为知道的时候已经很晚 我躺在床上 我心里就在想 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要分手 要是我才不分呢 啊 为什么 不就像何老师讲的 你就是每一个故事后面 都有各种的不同的原因 我那时候一直在想 如果梁诺诗还 就是说在他交往的这段期间 他根本就不要隐居在加拿大的话 嗯 他如果还继续住在香港 甚至于住在澳门 他的出生地 我相信 他们应该不会分手 我自己这样觉得 哎 那么我接下来说啊 呃 我我当然我不是李德凯了 那为什么在加拿大呢 哎 那也有可能恰恰是为了躲 你们这个围观的议论的这个圈子远一点 有什么好躲的 香港的富豪大把势 香港的富豪的二代三代 谁不娶老婆 谁不生小孩 那为什么人家在香港都能 就是能够正常的过社交生活 正常的 就是该干嘛干嘛 为什么他就必须被 呃 呃 放在那里 然后出入都要有司机 而且司机还得记录 嗯 那个什么时候几点钟去 出去 去哪儿 见了什么人 这 这非人生活吧 对 早就过的不是人的日子了 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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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小的 不小的 这个说法是有风险的 你就是说他被李泽凯软禁 不知道 不知道 有这么一个说法 但是就是说 因为就是说他们写的 就是说他 我相信因为在加拿大 你去哪哪你都得开车 你说一个人拖了三个小孩 你不需要一个司机保姆 大把人照顾你吗 那些人起到的作用是什么 我看人家经纪人什么还说 就说是梁洛诗这个人 还是其实不是像大家想的 说是为了拜金 为了干什么 我相信他 因为这人都说他 人家最后就是没有接受什么钱 当然这都是听的传说 他没有接受 就是接受个房子 然后香港小包记者 就跑到香港的房子 看见的是什么 那家伙就戒备森严 那种四面墙上的摄像机 十几个保镖围一圈 确实是要这样一种生活 我还知道广告之后再说 枪枪塞人行广告之后见 反正我针对李子凯联络师 我没有什么可说的 因为都不了解真实的情况 对吧 但是我觉得其实人类最难的一个事 就现代的人类多少人间悲剧 确实是你比如说一有了孩子 两个人分开是很难的 你不光是个金钱的问题 你还有个感情的问题 孩子可怜不可怜 你说这个变得相当的让人撕心裂肺 这种事情在我身边都有 你我觉得你像那天我看一本书就是叫约翰列农的前妻写的这个回忆录 就他第一个妻子就新西洋什么的也是约翰列农第一个儿子的这个妈妈嘛 好你看啊 为什么我说啊我挺烦这个结婚这个事 就是说或者说李泽凯为什么不结婚我不知道 但是这个信托基金你将来得按月去领钱的时候 信托人是约翰列农和大野养子 或者叫小野养子 迪欧他们俩签字 你知道吗 然后到后来小野养子也生了孩子 他们的孩子又共享这个信托基金 你知道这个作为前妻去拿钱的时候 又得找前夫去签字 而约翰列农就不知道跑在哪里总是找不着 这个里边这个纠结啊 你能体会到这个我就觉得好烦 我说你说弄成怎么弄成一个这个样子呢 而且作为孩子来说 好像说得到什么父亲的爱啊 你说就有钱人的婚姻一定有这问题 有这个问题 穷人的婚姻就好 你家里有个大衣柜一个双身床 你拿双身床我拿大衣柜 要不你拿双身床我拿大衣柜 就没这个问题 没错 对不对 房子反正是租的或者工家配给的 嗯 就没有这问题 有钱人一定有这问题 而且呢 我知道你还不是说有的中国男人呢 那还挺干嘛的 净身出户啊 就是说有了孩子这个对吧 就是说房子钱全给你 我就走了 这个这个这个我自己重新开始 但是有些时候这个里面还有恩恩怨怨 比如说这个前妻呢 跟你是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 这个这个恩恩怨怨呢 你见孩子他不愿意让你见 有时候某种程度上呢 也是可以理解的 倒不见得是他怨你啊 也可能是说他觉得那都分开了 我都要开始自己我的生活 你还老回来看孩子 弄得我自己也觉得腻了 每次来了 如果你这个这个这个前妻再有了一个男朋友 或者再婚了就更麻烦 对啊 这事广美啊 不会碰到啊 不会 你你不会碰到 但是我相信你身边的很多女性朋友 是不是经常会有这种烦恼当中呢 我觉得钱作怪呗 怎么叫钱作怪呢 就像刚何老师讲的就是有钱的人会遇到事情 但是我觉得后半段我不同意 没有钱的人一样是这样子的 没有人会一穷二白的 你每个人总有一点点什么什么积蓄 我我不要讲别的 我最近我有个朋友 他的母亲因为心脏病揍势 他的父亲已经神志不太清楚了 他们家五个兄弟姐妹 这个时候哇 忽然一个大姐就冲出来 平常这姐姐因为自己很多小孩 她也不太过问家里面的事情 什么爸爸妈妈生病啊 什么什么 她通常都不理的 结果这个母亲一过世之后 她就冲出来 那个家里面的资产由我去 就是各种户口 让我去登记 然后就冷冻了那些户口 就是我们要成立一个什么什么东西 我们成立一个联名户口 然后大家以后怎么知道怎么知道 把四个兄弟姐妹全看傻眼了 平常什么都不过问的一个姐姐 怎么这个时间就成了一个这个会计大师 而且所有的事情 而且他的父亲一直 虽然神志不是很清醒 他老说 那我的钱都是你们那个小 这个他们的他们叫小三 那个台湾小三没有什么不好的意思 就是说是小 就是老三给我的 小三我的钱都是20年来都是他给我的 你们别把他那个小三的钱给拿走了 但是那姐姐可不管 那只要爸爸妈妈名下的就是我们大家得均分 这个时候你说叫这个小三情何以堪呢 钱作怪 钱作怪 你我觉得也不一定是钱作怪 这里边还有一种生物的一种规律 就是有件事你不能不承认 就是说他两个人 不能永远保持在一个相爱的状态 对不对 但是相爱的时候他生了孩子 生了孩子 那么到后来比如说都混成亲情了 就像这个原来方刚拍了点一声叹息 你想王硕写的剧本 那不就是说跟他老婆 其实就是说我的感觉就是摸着你的手 就像摸着我的手一样 可我们要分开 那就像锯了我的手一样 这老婆孩子 你说你说就这么样的一种纠结 古代的中国人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要叫我说那跟钱有关 就没有金刚钻 甭揽 瓷器活 你要是有钱 你多养几个 这样你大家没分开 做所谓一夫多妻制 但是现代也不能弄这个 对吧 你不能弄这个 但是就一次一次的这种撕心裂肺 而且我通过研究约翰列农 我发现离了之后的事情并不简单 只要你有个孩子 对吧 你稍微有点感情的人 你也得想着跟孩子的感情怎么怎么维绩 你像我那天听一个学生就讲 一个大学生讲了 他说我们班里好多父母亲 他说你这都是这样的 就中国人的父母亲 就是说实际感情早都破裂了 可是就为了从中学的时候跟孩子一起长大 大大大孩子等到大学毕业 那天爸爸妈妈来跟孩子说 说我们你长大了也找了工作了 我们离婚 所以为什么呀 就是说生活因为不完美嘛 所以才有很多故事 有了很多这样的经历 这样的命运 这样的故事 才有很多艺术作品 文学也好 电影也好 何党说最好 对吧 这些都能拍电影 对啊 所以我对啊 其实我就觉得就是 这下广告 待会他说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来何党 除了拍电影是吧 对没有 其实因为这个 如果说把婚姻跟爱情啊 不能完全化等号 这么一个逻辑来讨论问题啊 你会觉得爱情大 99%都是以失败而搞住 对对吧 因为失败的太多了 所以他才显得珍贵 这也是一名言 是吧 婚姻呢 是从爱最后变成维系吗 就是在你结婚的时候 我觉得就要想清楚这件事情 你就会避免离婚或者多离婚 你始终把这个东西画着等号呢 你就等着离婚吧 对 因为那个东西呢 我觉得说结婚是错误 那不是冯小刚电影来讲 那这个就是将错就错 对对对 你要维系这个婚姻 就得将错就错 长久的关系就是将错就错 你不将就错就错 你就是要担负这后面的孩子的问题 见面的问题 你刚才讲的一大堆的麻烦 那你要作为一个人 你的一生 你要衡量一下 你选择什么东西 因为孩子是最无辜的 如果有小孩 因为都是大人的不快乐 然后呢 让孩子在中间 在成长的一路上 担负很多很多东西 其实就是大人的自私 但是呢 如果说大人要不 要要为孩子不自私呢 要去维系这个婚姻呢 大人要很痛苦 那这就是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样子的 哎呦 所以你像我就说 我看他那个那个 约翰烈农的前期那回忆录啊 我就觉得有些东西 咱没得感受 想看着就很心酸 想想他那小儿子 爸爸又是个天皇巨星 很崇拜爸爸 可是实际上呢 这个约翰烈农 有时候会发脾气 他偶尔去 他跟大爷养子住的那个地方 今天可能对你好好的 明天突然间 你别弹我那钢琴 哎呀 他那个小儿子啊 你说你说 你说我就觉得 这个真是让人看着特心酸 我有一对异国恋情的夫妻朋友 都是亚洲的 一个香港 然后一个是邻近国家的 这个女孩子从结婚到生了孩子之后 她一直在家暴的阴影当中度过的 家庭暴力 对 就是而且呢 他们两个人都是离乡背景的 住在第三国 然后呢 等到孩子稍微大了一点之后 他一开始为了孩子 他忍气吞声 因为结婚没多久就有了孩子 他为了孩子忍气吞声 觉得说孩子开始懂事了 我决定要脱离这样子的家庭暴力 所以他就跟他孩子说 儿子啊 你知道妈妈受得苦 妈妈可以离开爸爸吗 就他孩子跟他讲说 妈妈 你知道我有多爱爸爸吗 接着想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他又再忍了四年 一直到现在 哎呦 前天我还收到他的email 他说为了我的儿子 我喜欢